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前任一直都在干涉我们的生活 真的让我感觉到心很累 她年龄比我小 有的时候太敏感 不成熟 每次和异性有联系就要怀疑我 跟她解释也不听 还要跟我闹离婚 她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每次和她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 总是沉默或者是敷衍了事 还总是限制我和异性朋友出去 感觉我在她的心里一点都不重要 我就是想问问她 到底能不能给我一个保证和一个承诺 我希望她哪怕给我一点点的信任 真的不想再继续这样吵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蔡先生36岁来自辽宁工人 林女士25岁来自辽宁各体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两个是夫妻关系 结婚了是吧 对 结婚多久啊 结婚一年多一点 结婚一年多 好像这个信任出了问题 是这意思吧 我听下来 对 她以前结过婚有过婚时 然后有一个前妻 我们俩在刚搞对象的时候 她前妻就经常联系的 刚开始我觉得 哎呀 就是朋友之间嘛 联系就联系了 后来她们之间联系就特别频繁 一个月几乎打电话 就十次往上的那种 干嘛呢 她前妻有一个房子在安山 因为我老公是安山的 然后她那个房子就 让我老公帮她出租 要帮忙什么的 然后她就总以这个为接口 然后她们两个人就肿聊条 然后还说请她出去吃饭呀 什么的 她也都是同意 然后更逗的一次是那个 我们过节的时候 我在她父母家 她前妻就打电话了 就说你在干嘛 然后她说我在家呢 然后她前妻就说 那那个咱爸咱妈好不呀 过节了我上你们家吃饭吧 而且她也知道 就是已经有我的存在了 然后她也是不拒绝 而且打电话那阵 刚开始我不知道是她前妻 我就以为是朋友 我还问她 我说这是谁呀 怎么还打电话 还咱爸咱妈的 然后她告诉我 刚开始没说就说朋友 后来我说你别闹了 我都听见了 那不就你前妻吗 我说你实话实说 能怎么的对不对 而且我已经知道 你有婚事 我就指定不会建议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呀 我这不是看你多想吗 那你不解释她才会多想 你要解释的话 我就不多想了 还有一次 主持人可逗了 她那个前妻给她打电话 然后问 说哎呀你出对象了 你这对象比你小这么多 我们俩相差十一岁嘛 你对象小这么多 你能不能被她骗了呀 然后就是别再有骗钱 有骗色 然后就特别诋毁我 然后我就跟 我就跟她说 我说如果你要是 关心你 然后说我骗财 关键是你有色吗 就是这个东西 你但凡要一个女孩 听了心里也不舒服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是在你跟她的交往过程 对在谈恋爱期间 那后来为什么 还嫁给她了呢 那么不舒服了心里都 之后她给我保证了 然后说那个 我以后指定不会这样了 会断了联系 然后她对我 其实平时挺好的 然后后来 这不就两个人 在一起结婚了吗 结婚了之后 也是给她发微信 我之后不也把她拉黑了 也不联系了 你还好意思提拉黑 是因为我跟她闹离婚 我说你这闹来闹去的 我说咱俩的婚姻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然后她就说 我之后跟你保证 我不是都拉黑了 也不联系了吗 之前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拉黑过一回 是我自己偷摸拉黑的 拉黑了之后 她就给解开了 我连续拉黑了三回 她解开了三回 然后她现在 又在跟我保证 这些东西 我就有点不太相信了 但是现在 我不一直没联系 但是说 他那朋友更不靠谱 就是 你们俩互相 来 你说说你的委屈吧 我跟她是异地 然后我在阿珊 她在沈阳 然后她 因为我跟我回阿珊 待了一阵子 然后她沈阳的朋友 都不要来阿珊看我们 也是她异性朋友 我说行 可以过来看 然后咱招待一阵子 然后都定好了 然后咱准备去 结一阵子的时候 她的朋友又说 不过来了 那她不有事 才不过来的吗 是 那没事的话 她不就过来了吗 然后过几天 又说要过来 我说行 咱去再准备再结呗 就是又不过来了 然后第三个又要来 然后她说三点过来 我说三点也行 然后我就准备要请假 她又干我改点了 干我六点再过来 那你说谁心里能搞硬 而且提前已经放过 两只个子了 但是你那天 你姐面子都没给我留 我把我朋友接到家了 她生气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下来吃饭吧 我说怎么的 也得见完朋友之后 你回家吵架 再怎么吵 是吧 你整个的都是家里的事 她没有 她就是特别 因为我生气 所以我还不去见她 特别惧 我说你下来吧 也不下来 然后我朋友还特别尴尬 所以你说这件事 是为了表达什么 就是她这朋友挺不靠谱的 又提前放过 就有不靠谱 你看 然后紧接着过一阵 她就管我媳妇借钱 借钱我就刚才 这人不怎么靠谱 咱就别借她 结果她也不相信我 等我让她管去要的时候 已经就直接把她拉黑了 就是你要说的是 你爱人交友 不靠谱 对 然后还不相信我 因为我已经刚才 这人不靠谱了 她应该相信我 咱就没有这个损失了 我都已经一年多没见过她了 时间也是能改变一个人 但是我不知道呀 她说相信我 这些就没有必要的损失 那我怎么相信你 之前发生那么多事 你说我怎么相信你 行 咱们先放在这儿不吵 还有别的吗 有 她特别不喜欢就是宠物 然后我特别喜欢 那是因为她是敏感体制 动入身上会脱房啊 像什么的 那也不至于因为个宠物 我们俩去闹离婚 去到民政局领证吧 然后 领了吗 没有 特别逗 民政局就是搬家了 因为我们 我们当时都在气头上 就是 就一起 为啥气啊 你能想象到一个男人 跟宠物吃醋吗 我买的那个雪糕嘛 然后我合计我自己吃 然后邻居就把他们家宠物 带过来了 我就特别喜欢 然后给宠物吃了两口雪糕 他就不乐意了 然后就 没有脸子 那你买两块雪糕 一口都没给我 然后你给 你看 就是因为跟宠物吃醋 然后我就 当时看出来他不高兴 我合计那得了 我说那哄哄吧 然后我就哄他 哄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哄好 然后我把饭菜什么的 都做好了 都端桌子上去了 我说老公你别生气了 我说我下回不给了 还不行吗 然后那也不好使 那在气头上 那你在气头上 你就掀桌子 那你再给我买一块雪糕 也许就好了 那你也没说呀 那还用说吗 然后他就把桌子给掀了 掀完了之后 我就感觉自己背儿委屈 你知道吗 你说我哄也哄了 然后之前他还一直都那样 我也没说什么 然后他就把桌子 什么都掀了 然后我说那咱俩 这日子没法过了 咱俩去领证吧 我说我也不想跟你过了 然后他还掀桌子 不用你 靠边 靠边是靠边 然后我每次要能解决 就是解决我们俩之间的矛盾的时候 他就可敷衍了 这个你喜欢宠物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 但是一直没让我养 后来我 我拒绝了 就是刚才不想养带毛的 但是说他 架不住远膜硬泡嘛 然后就同意了养一只 然后现在你问他 现在家里多少只了 什么呀 猫咪 宠物猫 养了多少只 家里现在应该是十只 就是喜欢 我跟他有个底线 我刚刚的宠物不请上床 因为床毕竟它有菌嘛 然后有一时我下半回家 也都发现 他身边围了八只宠物产 在床上 当时我就挺生气的 那你现在一天天都不靠谱 白天上班我也不知道 你 我就反正不信任你嘛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宠物 当成我的一个情感基督 然后白天没事的时候 跟他们聊聊天 我希望你关心我 我不希望你关心那些东西 那你让我信任你 我自然就关心你了 我现在对你的信任度 都可低可低的了 你们俩现在还异地吗 不 我们两个结婚 就是不异地 我就跟他去安闪了 原本合计找一个 岁数大的男人 就是能包容你嘛 然后能像就是当父亲一样 就是宠着你啊什么的 但是现在明显就不一样 你白天不工作吗 我现在自己开了一个花店 在沈阳 所以你的时间经历 是花店和猫咪对吧 对 方便问一下 上一次婚姻是因为什么 分开的吗 就是我达不到 他想要的那种要求 就分开了 为什么还保持联系呢 就是他放外地了 但是在我那个城市 还有防治 然后对我比较放心 然后帮我打理一下 你们第一段婚姻 没有孩子吗 没有 这个打算什么时候 要孩子呢 我不喜欢孩子 就不太想要 他倒是挺喜欢的 想要 然后现在不是 就把小丑公子 当上还是那么有 那你觉得你跟你的前妻 联系的密切吗 我觉得还可以 但现在已经都断了 因为 断了多久 然后一年以上 没有 八年多吧 不联系了 对 现在都 因为那是要闹离婚 他就说 如果不闹离婚的话 可能你还联系 是吧 就是能帮 就帮一帮忙嘛 毕竟 你把它当成一种帮忙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这对你来说 就觉得这个男人 心思是不稳定的 对吧 对 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 没有秘密 什么都会好一些吧 你是觉得他秘密太多 对吗 对 他特别矛盾嘛 要总说 但是我 接电话什么 我从来不背着你 对 从来都不背着我 然后我问谁的时候 也从来都不说是谁 就说朋友 所以其实在你的心里 他说什么 现在你已经不太信了 是吗 对 他说不让你养宠物 你会不养吗 不会 我希望 他把动物上 爱转到我上 一点 哪怕一点的 因为现在他 对我就是 哪怕我 两天不吃饭 他都不打理我 只管他那些小动物 给人家添水添神的 所以为什么呢 看起来好像挺可怜的 说你看我老婆 现在对宠物 都比对我好 实际想一想 为什么在他的内心 你的地位 会一天一天地下降 你们的所有原则性问题 全是不达成共识的 那这个婚姻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其实看你们的 这段婚姻 这么看来的话 摇摇欲坠了 我总结两句话 小事无法忍让 大事无法妥协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 现在婚姻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啊 没有想好怎么样 去经营这段婚姻 甚至没有想好 对方是不是我要的 那个人 甚至我都不了解 对方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就盲目地进入婚姻了 然后现在就是一落实到 柴米油盐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的时候 你们完全没办法沟通 完全没有达到任何的 一点的统一 只有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 才会嚷嚷着 打着爱的旗号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触及自身利益什么 他的钱被骗了 他的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啊 触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是什么 他前任联系他 你心里不舒服了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才会说 你爱不爱我呀 爱不爱我 你不爱我 你对我不好了 才会打着爱的旗号 来吸引对方的注意 可是平时的时候 你们那么多现实的问题 没有坐下来共同去商量 没有想自己未来婚姻的路 到底该怎么走 大块的问题 我不说了 我就说一个小的点 在前任信不信任的 这个问题上 要看的是现任的态度 你们之间的联系 有没有影响到 现在这段感情 如果有影响到 现在这段感情的状态 那要不要联系就在你 如果继续联系 听我说 如果继续联系的话 你就是要救情复燃 明白了 我要说这么多 谢谢 两位今天走到这里 目的是要继续生活下去 我现在说不好 你说不好 对 那你呢 我希望是把问题解决 解决问题 继续往前走 如果真是想继续往前走的话 就得有舍 有得 你不舍是没有得的 我们可以说 在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初期 是你有太多不舍 舍不得什么呢 舍不得和前妻断了来往 我们暂且不说说 你是否还奢望去和前妻 有所什么发展 我觉得可能不会 不至于 只不就是说 前妻对你的父母是不错的 这种情意你是舍不得的 但是 在你已经进入到另外一段婚姻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对方会建议这件事情 正是因为你的纠缠不清 既舍不得这边 又不舍得放那边 导致了 人家现在把你这段舍了 虽然现在你已经 把前妻问题貌似是解决了 但是解决的并不坚决 因为人家直接拉开了三次 你居然偷偷地全给拉回来了 如果你没有拿出实际行动 只说你应该改变 你应该舍去 办不到 回到女孩 你现在有了那十几只猫 他占据你所有的感情 一直以至于你忽略到 他对一个冰棍的这种渴望 他其实在唤起你的注意和在意 但你没有 你已经太久不关注他了 也就是说你要想清楚 到底是要走不走下去 如果真要走下去 就得有所舍弃 不是说让你不养那些猫 而是说不要让这些猫 侵入到你们之间的生活之中 就是平时的时候 和他多沟通沟通 对啊 因为你现在没有时间沟通啊 你的心里 你的时间全被猫占据了 所以如何取舍 舍哪端 得到哪 就要看你们自己 心里的真实的想法 就这样 那其实我不太明白 你在要什么 你不希望他跟前妻联系 他断了 你想养猫 他不同意 你养了 你还要什么 我就是想要一个安全感 安全感 我们其实提到过很多次 安全感靠别人是给不了你 安全感要自己给自己 你找了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男人 你认为可以很安全 而随着相处时间 你发现婚姻关系 可不是这样的 没有人会无限地 听从你的 在情感中的自信 不是说他全得听我的 而往往自卑 才会患得患失 其实你是一个挺好的姑娘啊 你年纪轻轻 能够自己去 勇于为了爱情 我可以离开原来的舒适区 自己去开个花店 你有勇气啊 所以不要把所谓的安全感 强架在他身上 安全和自信要自己 给自己 先生我觉得 其实想和你说的也没有太多 因为确实你之前做得不好 也加剧了他对你的不信任和不安全 但如果你要想和这样一个 我理解我也真的是内心 相对比较自卑的女孩子在一起 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在这份关系中担起这个责任 好吗 谢谢 他给你擦眼泪 你说我不要你擦 你是真不要他擦吗 不是 然后他说不擦就不擦 然后我就回来了 你内心是不是不希望他这样 是 然后那个养猫 其实也是 用一种跟他作对的 欲亲故纵的方式告诉他 我需要人陪伴 是不是 对 你那花店经营的好吗 还可以 你银行卡里有存款吗 没有 我不太会 不为话 所以你知道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 完全来自于你没有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 你说你有一家花店 你是老板 你把那花店经营好了 自己自足 闲得没事养一两只猫 你生活多惬意 而且你才25岁 你有了自己的事业 你还有了自己生活的兴趣和爱好 你有什么没有安全感 你为什么一定要非要从一个经常跟前妻 纠缠在一起的男人身上去找安全感 所以 我觉得你是目前先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你尝试着自己给自己 培养一种自信的生活状态 等到你有了那样的自信的生活状态 你就能非常客观地 来看待你跟这个男人的关系 在我看来 这个男人始终认为在他心目当中你是个孩子 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安排你 需要他来教你 我不相信他一定是不想要孩子 而是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认为你也是个孩子 他认为跟你在一起再生一个孩子 他会更累 你是不是没有怎么把他当回事 没有啊 如果你把他当回事 你为什么要跟前任老师 做一些那样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当朋友 我觉得你对他完全缺乏尊重 你要是真把他当老婆 你就应该很清楚自己的行为 哪些是坚信 现在已经全都给你散掉熟了和拉黑了 你真是不想要孩子吗 现在我觉得他就是个孩子 你不觉得你自己也不成熟 也是 先收起你的眼泪 做好自己的生意 过好自己的日子 回头再让这个男人来看看你 好吗 就这样 家庭生活一定要坦诚面对 是什么就是什么 否则的话你们会发现 猜人心太难了 要过还是不要过 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接下来我密集进入那几天喝古发红糖 真情六十两 其实我想要的并不多 因为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甚至都没要过婚礼 我只想要一个特别简单的信任 和一个安全感 如果这个东西你都给不了我的话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怎么样了 而且我感觉这段婚姻我怕我维持不下去 我只是希望以后你把你的注意力做集中在我身上一些 因为动物毕竟还是动物嘛 你还是过敏体质 不要他们太过分了就行 我现在也接受养小动物了 对吧 我希望你多注意注意我吧 要不然我现在我真的很累 然后等我们都在成熟 我们应该好好考虑要个孩子 我考虑考虑吧 来请亮灯 来来来 打开 给彼此的爱的记忆箱 请开箱 来 拿上来说说这都是什么呀 女生是送了什么 我看看 一只玫瑰 哦 你送一只玫瑰啊 对 花店老板啊 为啥送这个 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四年 他就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送过我一只玫瑰花 然后送的方法也特别奇特 然后他跟我说 媳妇我出门了 我说你走吧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拿了一只玫瑰花 啪就扔桌子上了 然后我都懵了 我说怎么了这是 我说你出去给人家打架了 他说没有 他说你不过生日吗 送你了 就就就完事了 你知道吗 然后刚开始我还看着花的时候 我说哎呀 我说真好 然后紧接着他坐的 往后的那一串态度 就感觉 哎呀 这人怎么能这样 您送的是什么呀 我送的的是一碗 我从阿善带过来的羊茶面 就是我们结婚等级当铁 然后我就想让他吃顿好的 他就说不用 咱们都就是随便在家楼下 吃了一碗面条 我就感觉 他还是一点儿不那种 攀米挺不舒适的 然后我想让他 同这碗面条 再勾计我们以前幸福的回忆 这两人送东西 送的都挺有意思的 我们谢谢两位的分享吧 你们自己慢慢去考虑好吗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PPTV剧里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看他们的选择 请开门 你能好好爱我吗 你确定吗 那 再送给你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 和24小时保湿 湿湿透水嫩 古方鲜红糖 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古方红糖 提供的爱情保卫战 鲜红糖礼合一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杨 23岁来自河南 学生 小骏 22岁来自河北 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大概小片听了一下 女生是觉得说男生不重视你 男生是觉得女生无理举闹 对吧 行 谁先举证 我先来吧 好 就比如说刚才在台下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准备了两件衬衫 都是白衬衫 我就随便拿了一件 但是她觉得不好看 非要我穿那件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生气了 她本来定的就是穿这一件 结果她非得穿那一件 定的是这个 她就应该穿这个 她那件衬衫跟这件衬衫的区别 就是扣子是黑色的 我说两件衬衫 你从外边看都是白色的 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这个都不重要啊 两个人是带着情绪来的 女生觉得她怎么不重视你啊 她爱上网 爱打游戏 前一天我们约好 第二天一起吃中午饭 她就去上网去了 然后一两点了 来叫我吃中午饭 没听懂 就她打游戏把我忘了 就我还没有游戏重要呢 在她那 你怎么到十二点 不给她打个电话 说该吃饭了呢 她说她要叫我吃饭 那我不声 我叫她吃饭了吗 这 哎呀 谁叫谁吃饭 有那么重要吗 饿了打个电话 说我饿了 你干嘛 那不行啊 可是提前都说好了 你也是 她说第二天叫我吃饭 你这个叫吗 一点钟去叫她了 但是已经晚了 后来我跟她说了 倒现了 发了一下午的微信 一下午没提过 我就想让她知道 问题的严重性 就想让她知道 别因为打游戏 而忽略了我 是是 这叫不叫你吃饭 为了打游戏 不叫你吃饭 对吧 还有吗 她爱打游戏 那我就陪她去网吧 我有鼻炎 闻不了烟味 我说你抽烟的时候 别当我面抽 我在网吧 太累了 我就睡着了 然后她就在我旁边抽烟 给我熏醒了 醒了以后我头疼 我也知道她不喜欢我抽烟 反正我是看她睡着了之后 我才抽的 后来把她熏醒了 熏得头疼了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我忘了 以后我改 确实我现在也是改了 她也知道 但是她每次就是吵架的时候 总是会提起一些 这前面的旧账 总是会拿这些事来 翻旧账 对对对 还有啥不在乎你的 都说了吧 我让她帮我拿快递 也是前一天 就跟她说好了的 第二天中午去拿快递 她就睡过头了 睡过头还不跟我说 我问快递哪了吗 她说我刚醒 她当时确实是交代我了 去拿快递 但是我那天头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第二天确实忘了 完事她就生气了 总是因为这些小事生气 她觉得这些是小事 可是我觉得就是 她不在乎我才会这样 还有什么样的小事吗 就是她特别不懂浪漫 然后我就从 网上看的那些小视频 发给她看 想让她学习一下 她就说那些没用 那本来就是嘛 她给我看的那个视频 是人家表白的视频 相处两年多了 你让我学人家 在地上摆蜡烛 表白那玩儿有啥用啊 谁让你表白了 我过生日一周年什么的 那你过生日一周年啥的 那礼物我也没说缺了你 少了你 那你当时没送呀 当时那不是一地吗 说这个一地 我就想起来 我们一地的时候 因为那个我在北京做兼职 她家里的金就回家了 因为保持一地的话 要每天就是说沟通维持感情吧 你们一地了多久啊 孩子 就是一个假期 那叫一地啊 大学生谈恋爱放假就 行 行 一地了 然后呢 我就是说 我给她那天打电话 想跟她聊两句来着 没聊两句 她就跟我没好气的 不耐烦地跟我说 那一个你别翻我 我忙着呢 我一听你忙着呢 那行吧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呗 就那两三个小时 一下我没理她 她又觉得我怎么滴了 过来一通质问我 就给我生气 这是为啥 当时我确实在忙 她发微信我没回 然后她就着急 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我就一会儿 没有回她微信 她想跟我聊天 她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也不管我是在干嘛 是不是有空 然后我跟她说了几句 我就很着急 我就说那先挂了吧 后来她就 一下午没有理我 我就以为她在跟我闹脾气 我也不知道你杀生帮玩 我要给你发消息 过去你再给我骂一顿 我不找骂的吗 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 我感觉 因为这些你没必要去 因为这个去生气 而且的话 还是那种哄的哄不好的 行 那你为什么事生气啊 就有一次 我跟我朋友出去玩 然后呢 她就是不知道怎么的了 就跟我生气了 女朋友生气了 你肯定得哄吧 但是她是属于那种 怎么哄的哄不好的 你就是认错也不行 怎么哄的哄不好 搞得大家都挺不错 很尴尬的 闹得不坏而散 主要是她的态度有问题 她就跟别人玩得特别高兴 就不理我 就不会顾及我 然后我就想找一下存在感 那你找存在感 你也不能那么的 哄也哄不好吧 搞得我现在我朋友 都不能那一空玩的 你根本就没哄 那是在哄我吗 那我还有什么哄 男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这恋爱谈得挺累的 对 我就是觉得 每天因为这些小事 特别累 她还为什么小事跟你吵 太多了 就比如说走在路上的时候 因为我跟我朋友 多聊了两句 完事他就 怎么感觉吃醋那种 我不搭理他 不在乎他了 还有一次就是 我室友生病了 一个宿舍的互相照顾 生病难受 我去给他冲杯药 然后他就跟我生气了 人家生病难受 我去帮哥们儿冲个药子 对吧 当时我也在生病 我在那么冷的天 在楼下等你 你说你一会儿就下来 然后你去给他冲药去了 我就一直在下面等着你 那你生病的时候 我也不会给你拿药 给你冲药了 还给你买好吃的了 真生气啊 真生气 这些事你说 真的没必要我感觉 他还做过什么 让你觉得 特别特别不开心 不接受的事情吗 讲点大声 这种小声就别讲了 他做什么事 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比如说 他去我们家吃饭 我提前跟他说了 我说 我说我爸咳嗽 你别抽烟 然后他抽烟了 他还喝酒了 他非得拉着我爸喝 结果两人喝多了 然后我妈肯定就 特别生气啊 然后他还挺高兴的 觉得跟我爸 称兄道弟的 就快成一家了 就那种感觉 然后我妈脸都黑了 就感觉就不喜欢人 那第一次去他家 那不得跟他爸妈 搞好关系啊 我今天嘱咐过你那么多次 你根本就不把我的话 当话听是吗 那我也没有说不听啊 你说的不喜欢的 我都改了呀 那我怎么的想法 你知道吗 对 你说说你的想法 我觉得如果说生活中 总是因为这些小事 生气的话 时间长了 是个人他都会累的 你觉得那些都是小事 但我觉得不是小事 是你的态度问题 我不是针对一件事 我是针对你的态度 好好好 我来问态度好不好 喜欢这姑娘吗 喜欢 她在你心里有位置吗 有位置 她重要还是游戏重要啊 肯定她重要 她重要还是社友重要啊 那肯定她重要 但是好像说是这么说 你感觉不到是吧 对 你在乎她吗 在乎 快递重要还是 让她多睡会重要啊 快递是中午拿 根本就耽误不到她睡觉 就是睡晚了吗 想多睡会儿吗 快递重要还是她重要 她的态度重要 你这快递重要还是她重要 她什么态度啊 她重要 她打游戏 胃饿 胃穿孔的重要 还是你的情绪重要啊 胃穿孔的重要 那你咋不买了饭 找她呢 就是不行 她说的是她叫我吃饭 我为什么要买了饭 去找她 低不下头呗 不是 那是啥啊 我爱陪她去打游戏了呢 跳纳劲 所以看见没有 女生跟男生 那思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说好叫我吃饭了 你打游戏了 游戏重要还是你重要 其实这是 不能放在一起比的事 对吗 对 女生是别这意思啊 你还哭了呢 多大委屈啊 当然睡懒觉 不能和这个 邮包这件事 放在一起比较 对吧 可是从男生的角度就想 你看你都比较了 我也比较一下啊 那我对我得 对啊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 我很伤心啊 她就老是想拿我 对她的态度来对我 就想每件事 都给我较一下真 你是认为她在报复你 是吧 对 我没有 她说的那些事 确实没有 但是后来 我确实提醒过她 我说你以后 能不能改改你的脾气 不要因为这些小事 经常跟我闹 所以今天来这儿 你是为什么而来 我是觉得 那些都不是小事 就想让她 多在乎我一点 多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你的要求是 请你在乎我 是吧 你今天为什么来 我就是希望 她能改改她的脾气 多理解我一下 我们听听 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小杨 小骏 你们好啊 让你们弄得感觉 这个爱的意义 特别狭隘 尤其我觉得 在小骏这儿 体现得非常的明显 你知道我们 一直在强调 一个女生 一个女人 应该有的一个格局 和气度 当然我们 是要在意 男生 对我们自己的态度的 可是有的时候 你如果就一个小点 太斤斤计较的话 最后让一个男生 觉得跟你在一起 特别疲惫 特别烦 你不觉得自己 在这段爱情当中 就特别没有价值 没有存在感吗 谈恋爱 谈恋爱 这是一个动词 要谈嘛 你不能总要让他 猜你的心思去啊 你不告诉他 不明确 我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应该怎么做 不去引导他 他怎么能懂你 你要的不就是 他懂你吗 就叫吃饭的这个事 你就在那等着 如果没等到的话 就是你不懂我 我就是感觉 他说过的话 他要做到 我要叫你吃饭的话 我肯定会提前 一两个小时 就跟他说 你只抱怨说 男生一开始的时候 态度是那个样子 然后慢慢时间长了 态度就变了 对吧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 持续的魅力 能够吸引到他 带你如初恋吗 你自己身上 现在有什么点 去能够吸引他 持续的魅力 一直散发 你也没办法 保持一成不变呀 对不对 所以你凭什么 要求别人一成不变呢 时间长了 我们谈恋爱的 这个脚步和速度 都是需要调整的 我们没有人 谈到最后几年 还像刚开始 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是那样 去要求他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多多少少 一开始你多付出一些 后来我多付出一些 这才叫爱 如果你那么计较的话 那就不是爱了 对不对 好 谢谢 祝你们幸福 谢谢莎达老师 女生很希望 能够通过男生的 细心入微 来体会到 对方对你爱的 这种态度 你不仅是希望 而且你现在是 千方百计地去要 有一句话 说出了你现在的恐惧 你担心 男生在用你 对他的态度 在对你 这是刚才你自己说的 这反过来也说 你自己知道 自己这么做是不对 是过分的 你把很多的事情 小题大做 大到自己都控制不了 最后的后果 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对方 用一些形式上的事情 来敷衍你 举一个例子 拿抽烟这件事情来说 如果他真的爱你 不用你说 去外面 去别处 你不在的地方去 可他是怎么做的呢 等你睡着了 抽 这是在敷衍你 这也是形式 既然你是在用一种形式 来考核他的态度 那好 换来的一定是形式上的 如果真是要 想要爱的话 请先付出 自然 他也会用心来对你好 而现在呢 感觉你们两个人啊 太空虚了 整天就是吵架 你们能不能让自己 积极向上阳光一些 可能是你们现在的事情 太少了吧 真正的大事 正事太少了 以至于 把眼光都聚焦到 对方的一些小的问题上 导致了破坏 你们之间的感情 好不好 让自己阳光起来 让你们的爱情 也阳光起来 自然很多事情 就不会再发生了 是这样 男生 你想过为什么他 叙叙叨叨 说了那么多 对你的不满意吗 只是因为他 斤斤计较 只是因为他 只关注细节 只是因为他 这样钻牛角尖 去看着你 去要求你吗 你没有责任啊 如果说你在处理 事情上的排序 他永远是放第一 我相信他生病 能去你楼底下等你 他也一定可以 自己在寝室里吃药 如果我们看到今天 是这样一个对 事事斤斤计较 让人确实看着 有点烦的女孩子 那至少百分之六十 是你造就的 你没有把你的一颗真心 摆在一个让他安心的位置上 他不是那种 能轻轻松松 我们一个星期见面 约会一次就够了 有些人的爱情是这样呢 有些人的爱情是说 我们只要是 业余的时间 都要粘在一块 每个人恋爱的模式不一样 你如果是希望那种 我们一周见几次 或者说我这边打完游戏 想到了女朋友 我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你要这样轻松恋爱关系 他做不到 你就给他自由 不要让他再一直不停地哭 别哭别哭啊 咱们遇到事情解决事情啊 姑娘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我想跟你说的 女孩 特别简单道理 我们很多年前 从小我相信你就听过 你去沙滩上 钻起一把沙子来 你钻得越紧 他跑得越快 人和人之间 都是要有距离的 适度的距离才会美 你试着放松一下 试着不去关注他 一段时间 你也清醒了 也冷静了 他也能够去明确地判断 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了 你逼得太紧 他躲得太远 所以都错位了 我建议你们都冷静下来 空一段时间 去好好反思一下 我们这段感情中 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冷静之后 再做出选择 好吗 谢谢 我问你啊 你觉得 养儿防老四个四有问题吗 没有 如果养儿只是为了防老 那养来养去 养的是你自己 就像你 那我还陪他去打游戏呢 你陪他打游戏 合着你就是为了 他给你拿快递 他为你戒烟 但是呢 你那样说的意思 那我就会认为 你这就是交换啊 你是有目的的呀 你陪他打游戏 如果你陪他打游戏 只是为了陪他 是发自于一种本能 那是爱 但如果你用这样的口吻说 那我还陪他打游戏了呢 那你就是在谈条件 谈条件已经错了 条件一旦谈不成 就说他不爱我 那就更错了 谈恋爱是从失去自己 在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一直在失去自己 他不重视你 对你态度不好 他不在乎你 你就不知道自己爱爱自己 你就不知道自己 干干自己的事 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 很多事情 你认为为对方做 你是快乐的 那你就去做 对方这样做 你不高兴 你就真诚地跟他说 伤心是难免的 那是每个人的本能 但是在伤心之后 你要问问自己 我对对方的这些 施压 强势 有问题 男生 如果你有些事情 你觉得为对方做 你是舒服的 你就做 如果你觉得是不舒服的 你也得说 为什么在最初热恋的时候 我们说的都是 对方想听的 热恋退去之后 说的都是自己想听 那是因为你们忘记了 当初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 如果你能够实时记住 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 你就应该知道 有哪些事情 你做了会让对方快乐 同时又不辱墨自己的自尊 那你就应该去做 你说呢 就这样 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小朋友啊 一到两岁的时候 他认知里面就是全世界 我是中心 这个很像现在一些女孩子谈恋爱啊 一谈恋爱就是 我是世界的中心嘛 你们都追我嘛 男生相信这个 那追的时候不遇于力啊 怎么发脾气都是好啊 可是小朋友长大之后 到两岁之后 你再让他世界中心的话 这小朋友就废了 你谈恋爱 不能永远是世界中心 对吗 摆正位置 男生特别简单 追的时候肯定那是最重嘛 对吧 摆清你人生的轻重 都是阶段的 爱情也有阶段 你们自己去掂量 他是不是你要的人 你也去掂量 女生是不是你要的人 其他其实都不重要 你以为还有好多东西 就可以克服的 好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知道你对我的好 我也都一直记得 我做错了什么 你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去赶 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感觉你要是还是觉得我小题大做 没事找事的话 那我也需要再考虑一下 这样吧 我们都冷静一下 好不好 来吧 两位 打开你们爱的记忆箱 开箱吧 分享一下这这这分别拿的是什么呀 女生拿的是一个眼镜是吧 对 啥意思啊 那个眼镜框是有一次我在他们宿舍楼下 也是因为他就是无缘无故的告诉我生气了 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 我去拉他的时候 他甩手就走了 当时把那个眼镜框给打掉了 这次之所以带过来呢 就是告诉他 如果说什么问题都像你那个态度 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解决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真的会很尖的 哎呀你是来给上课的是吧 女生你的记忆箱里是什么呀 一个保温头 啥意思 是他生命入院的时候 我给他送饭用的 当时我们都在学校 然后我就早上起来去三十城买菜 然后去我朋友家给他做 他能吃的那些东西 因为他要忌口嘛 我就给他做他能吃的那些东西 给他送去医院里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就是女生把这段记忆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女生挺棒的 因为她一直在谈的是情感 谈的是爱 男生当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跟他论理的时候 我倒觉得你小气 谢谢两位的分享 来带着你们各自送给对方的爱的记忆 回到我们的专门区吧 谢谢两位 来请回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这特别好 承认现实是最好的 因为从两个人上场开始 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 对他们这段情感有建设性的话 所有人的潜台词都是 这段恋爱我谈得好委屈 如果委屈 为什么不放手 祝彼此幸福快乐呢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耳维码 下载金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 让密集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父母很反对我们在一起 他一直不知道原因 其实是因为他家压力太大了 他还有一个成天不务正夜的哥哥 我该告诉他实话吗 告诉他实话 是否能改变你父母反对的态度呢 如果不能 告诉实话又有何用 我想你应该纠结的是 如何改变父母反对的态度吧 祝你幸福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 伊贝斯冠名播车的 伊贝斯纯积水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 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古方鲜红糖 现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龙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